那愛就是神所賜予的最高的一種恩典,那事實上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有這樣子的一種恩慈。 那就是當,即使當有人他帶著就是非常沈重的或者是非常大的一種壓力,或者是負面的情緒或者是心理, 然後當他去找這一個就是Father Porphyrios的時候,他們都會就是感覺到一種就是奇怪的一種很奇特的一種奇異的一種平安,然後好像是他們遇到了一個就是認識他們認識的非常非常深的一個人。 那當這些人他們來找Father Porphyrios的時候,那事實上他們就是會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好像是遇到了他們認識的朋友, 然後情感非常好非常好的一個就是老朋友,那心就會很自然的就是不自覺的就是會像Father Porphyrios就是敞開。 那事實為 та他們 Pete Porphyrios。 那事實上,我們在呃嗯,就是在呃嗯,之前錄的這一系列的就是有關星島的這些影集跟教學,事實上就都是來自就是HerPor子的這個教導。 因為對Father Porphyrios來說,行導就像是他的呼吸一樣。 那神父他覺得他自己並不配來描述或者是談有關 那他可以跟非常高等教育的大學教授談話。 那他也可以跟非常高等教育的大學教授談話。 那他也可以跟非常高等教育的大學教授談話。 那像有一些就是這個醫學院的教授,那他們甚至 就是在比方說如果隔天有一個非常困難的手術 那他們就會在手術的前一天來找這個Father Porphyrios 那Father Porphyrios就是告訴他們說 你動手術的時候你要注意什麼細節,哪個地方要切,哪個地方 可能你要避免什麼樣的狀況。 那對神父來講,事實上這對很多人來講就是一個奇蹟 那對神父來說因為他就活在就是Father Porphyrios 的身邊 他就是活在這樣子的奇蹟之中 所以對神父來講已經變成一種自然而然的事。 那對神父來講,那就是 那對神父來講,那就是 那對神父來講,事實上他有一種很難的感受 很特別的能力是他會善意的欺騙就是人 那這個善意的欺騙事實上是為了讓人們不要發覺他是一位聖徒 那所以你就會覺得他好像可能是在跟你講笑話 然後很輕鬆的方式跟你對話 但是你總是在之後你才會知道他那個時候的說話都是有用意 那所以Father Porphyrios 他就是有這樣子的一種特別的能力 用各種的笑話,然後用各種非常好笑的方式 然後讓你感受不到就是他,事實上他就是一位聖者 那這也顯示出就是他是多麼的謙卑 因為他完全不想被人家發現說他有這些奇特的恩典 但是當人們離開了這個情境 然後當之後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回想起來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天啊,我那個時候為什麼會沒有辨認出來 就是Father Porphyrios 是這麼崇高的一個就是聖徒 那每一位來拜訪這個Father Porphyrios的人 那他們都會從他那裡就是領受到神的一些恩典 那事實上,有一些醫學院的教授,他們真的就是會去咨詢 這個Father Porphyrios 有關手術方面的意見 那有些人就會質疑說,那這個Father Porphyrios他到底是受過什麼樣的教育 那事實上,他只有聖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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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徒 小學一年級 就是真的是小學一年級 那神父他要再次地強調,就是Father Porphyrios 他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一個聖徒 那當然就是愛的聖徒 祈祈祷,祈祿祷祢必須給我們全 mail的 named主, 因為為不是僅僅是會人訪訪, 現實的人所ắm住, 只會先贏向父的וח siamo左右, 而是每個人發ulars祱祷 solidarity along 밤 forms交 或者甚至他想讓孰祀祿 별 LT méd, 那事實上 Father Porphyrios他就是賜福或者是賜予這個恩典的這個方式 事實上不只是只有透過面對面才可以 那甚至有的人是透過電話跟他的一個就是交談 那甚至是有人就是請他為他祈禱 或者是向他祈禱的時候 那這些都可以就是感受到 都可以領受到就是 Father Porphyrios的這些就是神的恩典 那這邊我們要特別澄清就是我們對神的祈禱跟我們對聖徒的這個祈禱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神的祈禱是我們就是視他為神 那對聖徒的祈禱就如同聖經裡面也有提到藝人的就是禱告是大有力量的 那我們就是會請這些聖者這些藝人他為我們來祈求 就是請他為我們代導的這個意思 是非常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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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實上當這個政教會的神聖的議會,正式宣認Fater Popperius一位聖徒的時候,那事實上全世界的這教會的幸福,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感受到非常大的快樂。 那事實上這些人,就是他們,抱歉,就是剛剛這些人,他們其實還不知道,他們其實還不知道,他們其實還不知道, 還沒有透過正式的管道知道的時候,他們就會在Fater Popperius被封聖的那一天,心中感到很大的喜樂,但他們並不知道原因,他們是後來才知道那一天,就是Fater Popperius被封聖的那一天。 那這是為什麼?因為,事實上,Fater Popperius他是為著每個人祈禱,不只是在他同一個時代,也為了未來的時代的每一個人,就是為了你,為了我,為了每一個人祈禱。 所以當這些人,當他們,當他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那Fater Popperius的這個祈禱,其實就在他們的心中產生一個影響,那就會讓他們的心裡感到一個喜樂。 那這邊就有一個就是Fater Popperius的這一幅聖像畫,那就是如果你們還沒有就是見過,就是見過Fater Popperius的話。 那事實上,Fater Popperius,他一直是,其實他故事,他其實還是活著的,那他一直在傾聽,他一直在守望,一直在觀看。 然後也一直在四處的這個旅行,因為事實上,他不只對,就向他祈求幫助的人顯現,或者是幫助他們,即使你沒有向他祈禱,他也一樣的就是在看顧著你的需要。 那就是Fater Popperius,他教導神父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教會裡面是沒有死亡的。 那這就是神父他知道的最重要的一個教導。 那我們這邊分享一個真實的就是故事,那就是Fater Popperius他在美國,那有一位朋友,那這個朋友他是, 是會找這個Fater Popperius向他懺悔,向他告解。 然後,他沒有知道,他不知,他把他去除了阿德恩,在某一個績,那這個位置建立了, 他使他用這個藏去,那我工作了。 你不見我那,我變得很脆了,但是我工作真的要有,你知道, 那我工作了,要有硬的水,和所有的東西。 但是他離開那裡,因為他知道他死了,他不是故事,他死了。 那那個時候,就是有,在那個時候,Father Popurius,他離開了,他在雅典,就是建造的一個修道院,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知道,他不久於人世,他不久之後就要離開,就是世間,那他不希望他離開世間的時候,那有許多的信徒,然後來就是崇拜他,來讚美他,他不希望,他不想要這樣,所以他離開了雅典 And he came to die with us in the place that he became a monk, in the small house, in the small house, of course, in the desert of Mount Athos, Capso Caliphon. 那那個時候,所以Father Popurius,他就退隱到就是阿托斯聖山上的一個,就是礦野當中的一個小屋,那就是在那邊 那這位美國的朋友,因為不知道就是Father Popurius已經離開雅典,那所以他就叫雅典去找這個Father Popurius,那他就敲這個門說,我要找Father Popurius. 那但是,但是在那個時候,他已經過世了。 And in Mount Athos, but he was thinking he's there, so he went there, he knocked the door, there are noon's there, his sister was alive, she was real sister, but she was noon also, she opened the door, they told him, I'm sorry, you cannot visit him. He said, why, I want to visit him. 那他當然他就敲這個,就是雅典的這個,就是這個顯聖榮修道運的這個門,那就有修女,那這位修女他是Father Popurius的這個,就是真正的這個姐妹,那就來應門,那這個應門的修女就回答這個朋友說,我很抱歉,就是你沒有辦法就是見到就是Father Popurius,那這個朋友他就很驚訝地問說,為什麼,我很想要見他,為什麼不可以見他? 那這位修女就告訴他說,難道你不知道嗎?就是Father Popurius他在之前就已經過世了,那這位美國的朋友就對這個修女說,你說謊,因為我昨天才剛剛跟Father Popurius就是通過電話而已,那這位美國的朋友就對這個修女說,你說謊,因為我昨天才剛剛跟Father Popurius就是通過電話而已,那這位美國的朋友就對這個修女說,你說謊,因為我昨天才剛剛跟Father Popurius就是通過電話而已, 那這位修女就告訴他,怎麼可能,他跟你說了什麼?那這位美國的朋友就回答說,這個Father Popurius他就在電話裡面跟我講說,好啊,你可以來這個修道院找我,但是你事實上就是會找不到我 那當然這個美國的朋友並不是一個瘋子,他不是一個心理的問題 所以我會告訴你,待會兒我會告訴你更多的奇妙,但並非只有奇妙。因為當初日他受受我,我睡在那裡吃了一個小口,他告訴我, 那事實上當神父他第一次,就是Father Porphyrios來見他的這個時候, 那對神父講的就是說,你不要希望從我身上看到或者是得到任何的所謂的這個神蹟, 因爲事實上神蹟是為所謂的不幸者的。 那當然Father Porphyrios他就有一些書籍,那就是一些教父像聖經孔若望的他們的一些著作, 那雖然那個時候Father Porphyrios他的視力已經非常非常的不好,甚至是沒有辦法很難看見東西, 但是他就會指書上的一個地方說,你讀這裡。 那這個就是聖經孔若望的一段講到的詞。 那事實上這個書上那一段話,就是在聖經孔若望他說,奇蹟並不是為了信徒,而是為了非信徒。 那這段話就跟Father Porphyrios跟神父說的話是一模一樣。 那我們第一段的分享就到這邊,那願St. Porphyrios他的祝福,那可以也分享給所有在觀賞的觀眾。 謝謝。 謝謝。